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没有发现和预警乌军地空导弹的制造雷达呢 12月25号有印度媒体披露 苏34上装备了雷达告警接收机 如果被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制造雷达照射的话 不会没有反应 因此指挥这次作战的可能是澳大利亚派往欧洲的E-7预警机 这个报道为12月22号的爱国者前出作战提供了新的解释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多次谈论过 爱国者导弹要靠湘空阵雷达进行目标搜索定位和引导 如果地面雷达开机 俄罗斯理应通过电子侦察手段加以发现和压制 苏34上是配备了哈三腰反辐射导弹的 但是俄军看起来完全没有意识到 乌克兰在这个方向上有地空导弹的部署 印度媒体认为发现苏34并实施空中目标引导的 并不是爱国者导弹系统配套的雷达 而是北约的直接的情报支援 澳大利亚装备的E-7预警机在北约阵营中是比较先进的形象 美国空军也正在准备采购装备 澳大利亚E-7预警机2023年7月份部署到德国 它虽然没有直接进入交战地区 但是它对低空战斗机的发现距离达到了370公里 在战线后方就能有效地监控战区上空的飞行活动情况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交战区域相对集中 特别是在赫尔松·扎波罗热方向 战斗比较激烈 所以北约的情报侦查与保障也比较有针对性 434作为一种不具备隐身能力的第三代战斗轰炸机 在预警机的屏幕上那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目标 一期发现或定位它是毫无困难的 那么澳大利亚预警机获得的俄空天军的飞行信息 是如何传递给乌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的呢 在北约内部C4ISR系统 也就是勤真监指控系统早已打通 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情报装备 所真知的信息都可以畅通无走地 分发给全体北约国家的5G系统 在北约的帮助之下呢 乌军早就联通了北约的指挥信息系统 俄军在战场上搅和了乌军 连一级分队的指挥员的电脑 与北约的指挥系统是直接联通的 乌军地方部队得到北约的情报信息 完全不存在问题 由于收集共享和协同早已完成 乌克兰的爱国者系统 甚至不需要打开目标搜索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 只要按照北约预警机提供的 俄军飞机的位置航向速度高度 这样一些信息 把有关的参数设定好 把导弹发射出去就可以了 只要导弹抵达主动导引它的工作范围 苏34就再接难逃 乌克兰战争爆发到现在 北约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情报信息 这已经是公开的事实 这对于乌军的战斗力起到了倍增气的作用 对俄罗斯带来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 俄罗斯至今没有把这场战争扩大到北约自身 更没有扩大到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盟友 处在单方面挨打的状态 就算这不能改变俄乌战争的大势 也会严重地损害俄罗斯军队的形象 另外这次作战也很可能是美军 对自己正在采购的装备进行实战的检验 E7预见机是在2009年交付澳大利亚军队的 在电子技术发展偷飞猛进的时代 14年的差距已经足够让电子系统升级好几代了 所以美军自己采购的E7肯定要做大规模的升级改造 美军会不会把一部分打算采用的新技术装到澳军的E7上 在乌克兰战场做一番实验检验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战定也给我军提了一个醒 台湾军队装备了为数不少的爱国者导弹 在未来的台海战争当中 美军一定会用预警机卫星等等向台军提供情报信息 让台军的这些爱国者在雷达不开机的情况下 就具备一定的防空作战能力 因此我们需要像当年研究打美军的航母那样 研究如何对付美军的预警机 蒋航军前不久亮相的霹雳17超远成空空导弹 就是美军预警机的噩梦 我相信俄军在俄乌战场上吃的亏一定会对我军的战备有作用 百度视频2023年度创作者嘉嘉华现在已经盛大的开幕 陈妖各位粉丝为我投票 祝我登顶 每天投票可以瓜分平台准备的现金红包 更有手机等惊喜大奖等你来拉 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 点击视频评论区链接进入活动 参与多多获奖多多 辞旧银心创作不停 百度视频创作者与你温暖相伴 共赴新年 来百度视频一起创作更好的未来